观众朋友早安 要提醒大家 很多的空旷区一早的温度 都是比较低的 尤其比较容易感冒到族群 一定要注意别感冒了 另外您看像是玉山 今天一早也只有0.6度 而新北的五谷 像是比较空旷的地区 就只有15.3度 尤其今天很多的区域 都是有降雨的 这个感受上面来说 湿湿凉凉 湿湿冷冷的感觉 又更明显了 您看我们这个雷达扫下去 很多的回波都正在影响台湾 而且影响的时间 会是今天的一整天 您看尤其是北部地区 跟东半部地区 还有甚至桃源 中部与北地区都是有雨的 以及中部的山区 今天也都会下雨 所以如果您有要前往 这些地方 最好雨季都还是 把它带着会比较好 雨刚刚说了会下一整天 而且越接近晚的时间 雨会越大 您看这是白天的 定量降雨图 但是到了晚上 尤其宜兰的地方 因为预估到时候 东北季风减弱 风场有一些改变 所以宜兰反而是 更迎风面的地区 雨会来得更明显一点 而北部地区 像是双北市来说 预估到了晚上雨 会比较趋缓 但还是把雨具带着比较好 除此外还要提醒您 比较空旷的区域 也要特别注意 9到10级的强阵风 降时的风速 已经是轻度台风的等级了 所以其实您今天外出 如果撑伞的话 真的要把它拿稳一点 沿岸地区 还有海上的渔民船只朋友 也要特别注意安全问题 另外还有一点要提醒您 在礼拜二的时候 会再有一波强冷空气 影响我们 而且目前强度看起来 会达到大陆冷气团 预估在周一周二的时候 这一波封面 它会在台湾的上方 所以届时可能会有一些水汽 等到它通过之后 强冷空气就会下来了 北部的低温 就会再掉到13或是14度 但您来看曲线图 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了 这是周六 周日 明天温度稍微回升 但是到了礼拜二 礼拜三 一路就掉下来了 低温可能在14度 甚至更低 而南部地区来说 您看一样是有很明显的变化 以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二 礼拜三的温度 也是掉下来 低温22 掉到19度 到时候尤其空旷地区 可能会有辐射冷却 低温都要更注意了 以上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 时间交换给书瑞 未经许会 如今 辈莊 诺 订阅 诺